纯电续航310公里 增程版你敢相信啊 2024款的哪吒S 哪吒S这款车型在上市的时候 和临跑的C01还有海豹 并称为轿跑三节 这台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个头超大 中大型的尺寸 车长已经是4米98了 你看这样的一个体格子 其实它的轴长比做得非常的大 另外呢 它的宽高比非常值得一看 它的宽度1米98 高度是1米45 宽高比可以达到1.36 所以这台车做得非常的低趴 扁平化做得其实非常好 而且加上这个大溜背 这个车从侧面看 你会发现非常的动感 这是它造型方面 四门都是这种无边框的车门 而且这次还新升级了 所有车型基本上都配了这种夹胶玻璃 也是配置上的一个升级 看点其实更足 隐藏的是门把手 这台车在外形上 我觉得是同级里面非常拉风的存在 当然更多的升级在车内 我们去看一看 2024款的哪吒S 它是有一个配置的升级 现在把一些配置做成了标配 比如说副驾的 这个12.3的一个副驾娱乐屏 已经给大家做标配了 包括它一些空气进化系统 这些都是下放 包括一些主驾的座椅通风 这些舒适性的配置 也是升上来了 现在它是1060 1160 还有它的那个纯电的715和纯电的650四驱版本 这四个版本的配置基本上是一样 只有它纯电续航的区别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它的自驾辅助 现在它的给这个189.8配的是22克的感知硬件 现在整个的驾驶辅助是哪吒智能驾驶的2.5 也就是支持那个高速的拨杆变道的 好 们能信吗 我觉得哪吒S最吸引我的点 其实是它的底盘 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这套底盘 开起来真的非常的稳重 手感操控感还是不错的 虚位又比较小 跟它的外观这种轿跑的造型 我觉得是比较相符的 开起来会有一定的操控乐趣 而且它是一个后驱的车型 所以乐趣就来了 这里面要说的 就是它增生器 它的增生器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提过 它是跟林跑的C01来做对比 它俩的区别 它们的增生器是不一样的 它的增生器用的是东安的1.5升的四缸机 所以说它整个的更加的 我觉得是可靠稳重一些些的 整个增生器的功率是85千瓦 电机是170千瓦后驱 整个其实体感的话 这个加速是6秒9 日常使用的话来说 已经OK了 因为中大型的SV6秒9 其实整个提速 然后超车之类的感觉是 我觉得是很OK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增程给大家的是一个静谧的感觉 因为它一直运行在高效的区间 整个是相对平稳 这次又新增了夹胶玻璃 所以整个车型开起来 整个这种质感是有提升的 开起来比较平顺 比较安静 加上这一座舱的各种配置 我觉得这个车其实是更值了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了解哪吒汽车 作为一个全新的选手 我觉得它突出的特点就是性价比 哪吒S已经把这三个字刻在了脑门上 159,800到269,800 像我们这个增程版才189,800 给了我们这么多丰富的配置 尤其它的基本功 最喜欢它的前双叉臂 后五连杆 还有它说的那套自驾系统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性价比 在同级里面非常的突出 如果你正在选这样的一个增程的轿车 或者是纯电的轿车 我觉得2024款的哪吒S其实是更值了